宋主任 音模式居然在我抽屉里 对对对 第一个抽屉里 对不起啊 我来了一个电话 雷福去看妈了吗 什么地儿怎么还没去看妈呀 雷福去看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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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主任怎么样啊 找到了吗 张幸福 张幸福来了没 张幸福 宋主任对不起 还以后再来给你 我是张幸福 好像听着行不行了 叫你半天了 对不起 把病率给我 上衣突然在床躺好 以后会有医生来给你住的 干吗呢 脱啊 那内衣也脱了吗 当然 内衣外衣都脱掉 赶紧 那医生是男的女的呀 你就别管医生男的女的了 赶紧脱吧 我们医生都是很专业的 我们enee 主任 准备好了吗 嗯 准备好了 好 闭医生 这位病人是出疹 出疹 出疹 大姐 你别蒙脸啊 这是我们的专家联医生啊 喂 你们出去行吗 注意到请 出疹不会不舒服 对不起 我要换医生了 别碰我 对不起 我今天不做了 喂 你们出去我要换衣服 好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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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怎么这样啊 没见过这样 病患的名字叫 张幸福 张幸福 在这种场合碰上二十年名见了前男友 他还叫我大姐 真是倒霉的一天 严峻 怎么了 我们分手吧 什么 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呀 我爱上别的人了 这 这怎么可能呢 你告诉我是谁 马三强 幸福 幸福 严峻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在美国吗 我 我回国了 我在这边上班 你不是在美国吗 对了 早上做检查的人是你 什么早上 什么检查啊 健康检查 我看你这身衣服 应该是你吧 我怎么不记得了 这几年好吗 挺好的 我看你都没什么变化 我有变化吗 是不是老了 没变 我还认得住 认得住 对了 我儿子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幸福 你儿子是跟老马的儿子吧 那还有谁的 同学们 这次月考的成绩很不理想 再看看你们的诗歌 蓝海大学生物工程系的高材生 现在在麻省理工做交换生 她是你们的榜样 现在时间紧迫 加把劲好吗 严选 现在是语文课 请把英文书收起来 你继续考你的儿子 不需要管我 我下个礼拜还要考雅思呢 我再说一遍 把书收起来 好 下午请你的家长来一趟 上课 您好 我是颜雪 我是颜雪的家长 小鬼 严峻 你是颜雪的爸爸 对不起 那颜雪的档案 一直写着单亲 我只知道他妈妈的名字 我 我真没想到你 来 坐吧 是这样 我和她妈妈早就离婚了 最近她妈妈改嫁移民到新加坡 严雪不愿跟她妈走 所以我就从美国回来 你跟我说 女儿有什么状况吗 严雪的状况有点奇怪 所以我找你过来 奇怪 严雪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 要人要强 但是我认为她现在很叛逆 她的性格有点 我觉得是你们的家长 怎么了 我只说了 崇爱有加 管教不足 张老师 你这个观点 我不太认同 我的看法是 现在这个阶段的孩子 本来就比较敏感 我们做父母的 应该少点管教 给他们多一点的空间 你是为你自己找借口对吗 可能我在国外待久的观念 跟国内比较不一样 但是 好吧 我赞同你的说法 我尽我一个当父亲的责任 好的跟他沟通 但我也希望你是班主任 你得多帮我 我会尽老师的走人 你笑什么呀 我笑说我们刚刚讲话 斗嘴的方式很像大学的时候 在医院你可叫我大姐 你看 所以你承认 你还骗我说 你没有做身体检查 二十年秒无音讯 这两天碰了三十年 真巧 喂 儿子 妈 钱怎么还没打过来啊 几点了 我着急用啊 好好好 妈马上去啊 好 来 这次 我儿子真有事了 那我先走了 改天算了 好吧 我送你 不用不用 我自己就行了 我的妈呀 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你怎么才出来啊 我和学生家两谈事情 你怎么会 老妈 好久不见了 她 她是学生家长啊 这不是严峻吗 这不是 严峻就是我学生家长 她刚回国 我才知道 好 你太不顾意思了 好家伙一回来不跟我联系 跟我媳妇联系啊 谈女儿的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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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早不如来巧啊 我请你吃饭 这咱儿子还急着要钱呢 你陪我去趟银行 着什么急啊 回家网上给她传过去 不就完了吗 走走走走 走 把媳妇叫上 离婚啊 李老 李老 生活不易啊 没人给做饭了吧 那我更得请你吃饭啊 走走走走走 今天算了吧 算什么算哪 多少年没见了呀 走走 我请你 我请你 也对也对 那么久没见面 吃个饭吧 走走走走 开哪个车过来的 这个呀 也就十来万吧 开后面呢 后边累的 不巧 我那个车啊 放单位了 我打车过来的 咱们那不就在那儿 我放单位了 要不 我们两个人坐你的车 可以啊 没问题 欢迎 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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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